大眼睛 窥外音光幕一段時間 一人羅佩穎現身錄結默 不過仔細看 他的臉蛋又更加拉提了 默文出來就很討厭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從這邊這樣拉一拉 默文就起來 所以我剛剛這邊兩邊剛剛拉完 羅佩穎從不避諱 坦承自己有羞羞臉 聽到李靖良診所內有主導醫生 幫女病患做抽姿手術致死 他也說從沒去過李靖良的診所 因為他剛開始的時候 我才不要去被他練刀了 不過他現在已經練得 應該很如火成青了吧 羅佩穎強調 他一定是挑35到40歲間 經驗豐富的醫師 而且都是一大早 去排第一刀手術 一天到晚都在練 一天到晚都在練 你知道 譬如說剁豬頭 豬骨頭 你應該從哪裡下刀 怎麼樣呢 一定要很有經驗的醫生 不過另一位藝人 歷經是李靖良診所的VIP顧客 他也坦言 和涉案的醫師劉家正是好友 還曾讓對方做雷射療程 案發後還傳簡訊安慰對方 劉家正還回他 很想哭 但哭不出來 老劉是一個就是 你月11點 他10點半已經坐在那裡的人 所以他很仔細 所以我們好到 我們也會一起吃飯 歷經說未來還是會去找劉家正做雷射療程 不過傳聞他曾經抽之命為 他也嚴正否認 都是很小範圍的 也無傷大癌 你知道嗎 難免 你說大範圍的我們還做不起 因為我的體質 肯定不太適合大型的麻醉 愛美是女人天性 整形不是壞事 但手術都有風險 每個人的體質也都不同 數前讓醫師確切 掌握自身健康狀況 非常重要 記者林信憲 林網 月方 台北報導